Hi,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些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9月2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这回恒大爆雷是爆得非常彻底 昨天我在做恒大这个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晚上八点多钟 我还专门看了一眼这个恒大的公告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结果我正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恒大在香港发布公告 说许老板因涉嫌犯罪 被有关部门带走了 这个也没有跑出咱们的分析范围 因为在前几天咱们就说了 外网传这个许家印已经被监视居住了 咱们就已经分析过了 恐怕很快就有这个公告出来 因为许老板如果被抓 那肯定得有公告 他是三家港股商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这个不意外 意外是什么呢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把他抓了 这是个问题 现在网人很多传言 但是有一点这个媒体也披露了 许家印的二儿子也被抓了 许家印一共有两个儿子吧 还有没有其他孩子不知道 有没有女儿 还是说只有两个儿子 他的大儿子 现在好像就淡出人们的视线 就是好久都没有人提过 他的大儿子以前也在恒大 后来就不知下落 他的二儿子这次被抓的 是因为他在恒大财富带过 恒大财富恐怕归他管 受这个恒大财富影响被抓进去 那网人就传言了 说这个许家印呢 早早的啊 就安排了23亿美元作为这个家族信托 据说每年分红有5000万 美金呢 这些都是传言啊 因为这个如果许老板真的搞家族信托的话 那应该是保密的 他怎么可能连数字都知道呢 许老板自己说出去的 这些都是叫姜姓姜仪吧 吃瓜群众吧 这当做一乐 还有传言说许老板是带着手疗脚铐 但是我看这个好像第一财经吧 他有个报道 他说知情人士透露啊 许家印是在一天晚上夜里被办案人员带走的 许家印的这个服务人员 许家印的是所谓的保安 没有任何反抗 没有任何意义啊 都是配合啊 这个咱们以前就说过了 你说你保安 对吧 你就是请来的保镖 还有这个许家印的工作人员 给他看大门的 给他大手卫生的这些人 怎么可能为了许家印 跟政府对这个案呢 你得配合政府啊 把许家印给摁住啊 如果说许家印真的是带着手疗脚铐 或者手铐脚铐 那许家印犯着什么罪啊 那就说明许家印得罪人了 有些人就要整他 对他是恨着肉 他也不是什么重大刑事犯罪 什么杀人犯什么之类的 该带脚铐 应该不会啊 带不带手铐的都是个问题 至于许老板他情绪激动 有没有咆哮 有没有上窗下跳的 这个也不好说 还是说十分平静的 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很多传言呢我觉得不值得咱们去分析 就是当作插鱼饭后的一个谈资啊 就顾且听之 咱们要说的是 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许老板给抓了 抓了许老板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咱们主要聊这个 为什么这个时候抓许老板呢 我想啊 有这么两个原因 但是哪个原因 主要原因咱也说不好 第一个原因就是 很大财富啊 他停止对付 那就类似说触发了 这个深圳公安的这个办案程序 对吧 你都停止对付了 难不得人来举报来报案 他不受理不行了 如果你只要但凡每个月再付 公安机关还可以再拖 人家不再给钱吗 这是一个啊 恐怕跟那个理财 停止对付有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跟保交楼有关 保到这儿 徐老板已经成了阻碍了 本来指着徐老板 你把钱掏出来 保交楼配合 恐怕徐老板不仅不配合 或者是哭穷嘛 对吧 表面配合 实际上暗中啊 也不是配合 完了还有这个 像转移财产的这个动机 对吧 跟他老婆离婚呢 传言啊 他老婆说带着财产 什么到到国外 这个都是传言啊 总之让有关门门觉得 这个时候啊 再不下手 就夜长门多了 时间长了会生变 反正他保交楼 他已经起不了作用 他没钱拿出来 你炸也炸不出来啊 都传言 他有国外有信托 家族信托 国外有这个财产 那个财产 也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本来是指他把他拿出来 对吧 保交楼 现在拿不了 他也不拿 所以说把他拿下 恐怕还有其他原因 但我想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两 实际上 你看一看海航 你就知道恒大会怎么走 我记得恒大一爆雷之后啊 正好海航是破产冲整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讲 大家要看海航的破产冲整 是怎么搞的 恒大一定会走这条路 所以我一直不看好 恒大的什么债务冲整 恒大的路就是破产冲整 那这一次把徐老板一抓 那就更证明了 这个债务冲整是没戏的 只有破产冲整 破产冲整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比破产清算也好 大家看一看啊 海航发生什么了 你对比一下恒大 你就知道了 海航是不是出了问题之后 国家给了他两年时间 让那个海航的那个董事长 乘风去化解债务 他什么化解债务 实际上他以前就是 摊子铺的太大 杠杆运用的太高 让他就是把资产卖掉 变卖资产回来还债 降杠杠杆 结果他这两年里面也没怎么降 恐怕还在做小动作 转移财产之类的 把自己的孩子还安插到这个海航 等等吧 他并没有向政府预期的方向去做 哪块资产他都不卖 他说都值钱 舍不得卖 卖了就配钱 总之还有一大堆理由嘛 所以后来海南省 是不是派工作组进去了 工作组进去之后 搞了一年还是半年呢 宣布破产 宣布破产重整之前 把乘风给抓了 还有那个总经理 你看看 这恒大是不是走的就是海航的路啊 恒大也是的 国家给他两年时间保教楼啊 说什么保教楼啊 实际上就让你把那个 你转走的钱你给拿回来 我们先说说许老板不好的地方 咱后面再说别的 你把他钱拿回来 然后这叫保教楼 对吧 你把那海外的财产变卖变卖 关键太多啊 广东省的工作组 是不是去年进住了 这工作组进去干啥 进去是听许老板调钱 什么 根本就不是 人家进去是搞方案的 就是把你这个恒大的资产摸实了 到底有多少 几斤几两 有什么问题 恐怕这个工作组的方案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一看 你许老板没有了价值 对吧 你那个钱藏着也不拿出来 然后还在搞一些小动作 还在阻碍这个保教楼 有可能是阻碍啊 没有人那么傻 说跳出来 我就不想保教楼 他给你嘴上说保教楼 高调 比谁掺的都高 但实际上呢 他不动 你也没办 广东省工作组 是不是入住这个恒大 有一年多了吧 已经摸清楚了 方案差不多出来了 我觉得国庆节后啊 恐怕就是方案就要抛出来 破产出来了 这个海航 它的影响没有恒大大 社会影响啊 一个它规模没有恒大大 恒大2.4万亿 第二个世界的人数 从国外到国内 从那个住户对吧 这个业主到理财投资者 这多少人 海航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它也很特殊 它特殊是在 它有个航空公司 那就涉及到安全生产 你万一整的不好 对吧 出个事故 那可了不得啊 所以它也特殊 但是它的影响没有恒大大 那我觉得恒大它怎么破产出这呢 实际上就是 香港这三个 壳平台 然后国内的资产 它要做区分 就像海航是一样的 优质资产 它要打包 那些劣质资产 搁一边去 优质资产一打包之后 恐怕就由国内的这些 房地产公司 看谁要 信达要不要 万科要不要 保利要不要 它就并购 这项目 这些优质资产一并购过去 它破产中整 那个债务要压缩的 你债务一压缩 其他的房地产公司 它就愿意接了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债 你把它接过来是赚钱的 这样就保护了 这个买房人的利益 有利于保交楼 那谁吃亏呢 银行吃点亏 商票吃有人吃点亏 投资者吃点亏 它债务要压缩 你本来十个亿 它给你砍到五个亿 你不砍到五个亿 没人来接盘呢 你说万科我凭什么去 徐雷锋把你来接过来 他万科日子也不好过 有今天没明天的 所以他把优质资产 恐怕要包装包装充足 有些资产恐怕就要破产清算 没人要 给谁都不要 只能清算 总体上 这个恒纳的地产板块 恐怕要破产充整 因为你不重整的话 你烂尾楼怎么办呢 还有那么的业主呢 你要不给它解决好 那业主 那就涉及到存体事件 那治安 那就维稳 这个肯定是要解决 那个物业这块 物业这块可以算是优质资产 你只要把那个140亿 那个窟窿 给它剥掉 那个是背在那个 恒大物业身上的一个大包袱 如果把那块能够解决掉 那个恒大物业 还是个优质资产 它是个现金牛啊 因为它每年收物业费嘛 它肯定是赚钱的 只不过说这个利润率高不高的问题 就是适应率高不高的问题 所以它那个 那个资产肯定是要的 可以说啊 算质上是恒大旗下 相对比较优质的资产 还有就是恒大汽车 这恒大汽车就是个大麻烦 你说它是优质资产 它缺钱 再说了 你说新能源汽车 它还有机会吗 没什么机会啊 晚了 给谁都是个累赘了 你说把它清算掉吧 这个它又投了那么的钱 非常麻烦 谁接盘呢 这个天津市政府惹了个大麻烦 恒大旗下整体破产 它这个破产主要指的是 境内的实体 境内的这个主体啊 破产 它在开曼群岛的 在香港上市的那些什么 中国恒大 恒大汽车 恒大汽车 这个这壳啊 破不了 那看香港法院怎么弄 香港法院也有可能 把它给你进行清算 叫清盘嘛 实际上恒大刚爆雷的时候 第二期我就说了 恒大要被地方政府 要被这个其他的 债庆人给他肢解 那现在就是肢解 现在实际上已经 肢解了七七八八的了 优质自然就被人拿走了 你看广州那个足球场 对吧 那个还有个五块信托啊 把恒大多少地 多少项目给耗走了 成债是收购嘛 就是抵债去了 还有什么信托啊 中航信托 对吧 很多信托 就把恒大的那个项目 包走了 中国铁建 好像也把恒大的项目 给撤走一部分 地方政府 把该收的地收回去了 不给你了 连那个 交的这个押金 都不退了 很多地方政府都这么干 所以我说恒大 肯定被肢解 这是他的命 没有办法 那徐老板这次被抓啊 就意味着后面的方案就出来了 实际上方案恐怕已经通过了 就得这么干 所以这个时候把徐老板给抓了 所以我们一直的说啊 徐老板 他早就应该把自己的钱 对吧 藏在国外的 真有没有 你得让人相信 人家认为你有 那你就把钱拿出来 报叫喽 这个时候不能在报有侥幸心理 还要搞对抗 还搞玩什么 转移资产 你这玩哪转移啊 哪都不是法外之地啊 他在暴雷之前 转移出去的财产 恐怕是有的 暴雷之后他很难转移 暴雷之前转移的财产 他还报一个交易心理 不想拿出来 那就完蛋 再说说徐老板 他这2.4万亿 到底什么意思 现在有很多人就批评他 还说他搞了2.4万亿 实际上是2.4万亿跟徐老板 你不能锅全背在他头上 徐老板拿走的钱 有据可查的 500亿 就是通过中国恒大分红 他这么多年分红分了800多亿 那徐老板是第一大股东啊 占70% 好像是70% 还是60几 那有500亿是分给徐老板 分红的 这个钱 他想怎么花怎么花 他拿走了 润到国外去了 徐老板的工资只有25万人民币 一年 工资相当于 他主要靠股东分红 当然了 你非要说徐老板 他还有这非法的 这个把财产转移 这个咱就不清楚了 咱们是根据这个报表 你非说他通过非法手段 把他钱转移出去 不好说 那你得拿证据 但是他吃喝花费 那都在恒大 铺杂浪费 这个肯定是有 能花多少 所以我们就觉得500亿是徐老板从恒大拿走的 这个是合法的 股东大会通过的 建国部门同意的 分红啊 分出去的 你这个时候不能演红的 就像现在A股一样的 A股为什么跌啊 是不是很多专家就总结出来了 说你老是不分红 所以为了让A股涨起来 不要让这个大股东动不动就占便宜 要求商人公司 你得分红 对吧 你不分红就不能减持 好了 你看看啊 想让A股涨 你就巴不得让人家分红 这回又骂徐老板分红 把钱分跑了 你说这就难办 同样都是分红 到徐老板呢 那就是犯法 到你这个这儿 就变成为股市做贡献 你说这个不叫扯淡吗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极端 分开了看 你非要刻意的要求分红 你就分出某肤市出来了 说可以流血分红 徐老板倒是愿意分红 你看看 分着一地鸡毛出来了 所以不能教条 要一事一役啊 徐老板是算过一笔账的 有一年春节啊 应该是去年的春节 徐老板算了一笔账 向社会公布 说他这么多年啊 给政府创造了多少税收 给银行创造了多少利息 养活了多少人 就是发工资 对吧 还有供应商 赚了多少钱 陈建商赚了多少钱 他算得明明白白 春节之后 他向社会公布 然后他还说他 现在再借那有多少 对吧 有形成资产那有多少 还有多少没有卖掉的 这些加在一起 保教楼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缺口是能赌占的 我记得我当时做了个节目 我就说 这是徐老板在向有关部门喊话 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思路 保教楼是没问题的 你们要借卖我的资产 那保教楼就有问题 就有窟窿 我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他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报过那期视频 找找看看 我就说的 他就是像野官给我们喊话 他不是像社会喊话 社会你也听不懂 但是你回头看一看 徐老板说的 他根本就没错啊 2.4万亿 这跟徐老板有什么关系 他拿走了吗 他拿走的就是500亿 当然还铺扎滥费 咱就不说了 就比如什么斗地主 一把十万美金的 那能多少钱 2.4万亿里面 多少是政府拿走了 是政府的土地出产金 对吧 有多少是银行的利息 银行赚走了 有多少是信托 金融机构赚走了 还有多少是给员工发工资 2.4万亿里面 不是徐老板把它拿走 徐老板只不过在这过程中啊 没有组织好 杠杠运动太高 赌政策 对吧 跟政府博弈 政府说了要调控 三条红线 房住不少 他还在博弈 认为房子就是要找 你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政府就是政策就得变 所以我再加杠杆 对吧 我还要要地 疯狂拿地 疯狂扩张 因为他第一次就是扩张 就是赌政策赌对了 而2015年嘛 叫涨价去库存了 他就是赌政策赌对了 一下发达了 那第二次还赌政策 这回赌输了 所以说他2.4万亿 并不是都祸祸掉了 他祸祸掉的钱 恐怕真正的啊 经营性损失恐怕不大 他都是非经营性损失 非经营性损失 就是他形成了坏战 这个坏战怎么形成的呢 对吧 所以很多是罚稀罚款 你银行一违约 他自动的罚稀就来了 好几倍 比如说单周 也把他海花岛给炸掉 39栋楼啊 还是40栋楼啊 给他炸掉 现在不炸了 没收 那你说他这不是损失了吗 40栋楼啊 给人没收了 这都是在2.4万亿里面 所以说你不能把2.4万亿 都算作这个 许家祸祸祸掉了 不是的 这里面大头是给政府了 他买地不要钱交给政府 政府给谁了 花掉了 发工资 搞基建 搞城市建设 我看有人说啊 恒大的高管 统统的要退钱 工资交出来 以前发的奖金 年薪几个亿的 现在一地鸡毛 你把钱都退出来 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啊 都没有法律依据的 只有那个恒大财富似的 因为他涉嫌犯罪 恒大地产 恒大物业 根本就没有犯罪 这一说啊 他只是经营不上嘛 恒大财富是涉嫌 刑事犯罪 这个要追的 就是你那个超过 这个当地平衷工资 三倍以上的 那肯定都可以认定为 非法收入 要没收的 就是要退赔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你比如杜亮 他恒大财富 他年薪比如一千万 那怎么可能呢 你这本身就整个是非法活动 就是非法的 你还年薪一千万 你那年薪就按北京市 这个平衷工资是一万 那你不能超过三万 剩下的钱全部退 退不来把你房子卖掉 追赃啊 这个时代啊 这个恒大财富的员工 不光是管理层啊 普通员工也一样 你普通员工 他不是卖理财 他不是拿绩效吗 一年赚个一百万的 他就给你重算 你这一年 你收入不能超过三十万 超过三十万的部分 全部主动退回来 就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否则还追究你刑事责任 主动的退回来 这是恒大财富的这个员工 恒大地产他就不受影响 人家盖房子 盖黄了而已 把恒大合肥公司的钱 挪到恒大西安公司去 他说实话啊 严格意义也不算犯法 只要股东同意 人愿意 所以他不算刑事责任 他顶多是民事纠纷嘛 那就打官司嘛 刑事不能干涉民事啊 我看到这个舆论呢 有一种不好的现象 就开始往徐老板身上泼脏水 这个泼脏水怎么说呢 这个反映了大家的一个心理 对吧 痛打落水狗 再说徐老板他这人 一定是有很多 让人憎恨的地方 实际上他这个违法犯罪 应该交给法律就完了 现在已经把他抓了 依法审判 他犯了什么罪 你就审了什么罪 你也没必要妖魔化 现在舆论什么意思呢 妖魔化他 实际上是为了妖魔化民营企业 来说民营企业都这样 要民营企业干啥 你看看 自己转了多少钱出去了 在国外 然后一个烂摊子扔给国家 这样的民营企业还要的干啥 民营企业是不是都差不多这样的 你看看啊 他就带这种节奏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把这个经营过程中 经营不善 出现亏损破产 对吧 他把原因归接到民营经济上 徐老板有徐老板的问题啊 但是也是一码是一码 跟民营经济没关系 2.4万亿里面 由徐老板的责任 造成了多少浪费 这个恐怕也不太好算 肯定有啊 但这个浪费的这个责任 到底是行事的 还是民事的 就不好说啊 这徐老板啊 他跟其他的民营企业家也差不多 我以前也说过 这种人呢 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撞篮墙不回头 撞了篮墙也不回头 也正因为他是这种人 所以他才能成功啊 就是他才能成为这个首富啊 跟咱们一样啊 治难而退 一看到困难 差不多就走了 也咱就不干了 所以咱们才不会想徐老板那么成功啊 他就因为肘啊 就不信这邪 这就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必备的条件 咱们普通人没有这个条件 咱们普通人就是治难而退 这就是优点 一看不行 咱就撤了 那这个成就了徐老板 这也害了徐老板 遇到困难的时候 徐老板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手才弄 那个钱似乎不掏出来 花不了啊 你想一想 他怎么花啊 儿子也被抓了 能出得来吗 前期 我觉得谁把结也跑不了 往哪跑啊 想不明白 钱财是身外之物 你失去了自由 那么的钱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认为恒大啊 应该是 结后啊 恐怕结果有消息出来 进行破传冲整 那对这个买了房子的 烂尾楼的 现在形势就没有以前好了 以前徐老板配合保教楼 这个胜算大得多 因为徐老板负责啊 现在现在把手板抓起来了 找一个张老板 王老板来负责 这张老板王老板在哪找去呢 这就有不确定性 万一没有张老板 王老板 那保不起你这个韭菜 还得加点钱 这房子盖不起来 对吧 你们每个人一批米 再加一百块 两百块 保不起他这么干 这个有案例的啊 就是保教楼 比以前要难了 负责任的人 负主体责任的人 现在在捞房里面 付不了走了 那对那个理财投资者呢 形势更不妙 就是说对国家来说啊 保教楼放在第一位呢 还是说你这个 理财投资者 这个钱放第一位 因为这两个是矛盾的嘛 你要去追这个理财的钱 留到哪去了 把那钱扣下来 那个钱如果形成了资产 把那个资产要扣下来 变卖 把那钱追回 叫追赃嘛 追回了之后 要给这个理财投资者去发 这受害者去发 但是你这个追赃 你又跟地方政府保教楼 又打架了 地方政府撞班 他可不容易说你来捣乱了 人家好不容易在这 保教楼还差点钱 你说还在给他 在这还挖走一块 怎么可能呢 所以就比较麻烦 那就看保哪一头了 我觉得政府肯定保教楼这头 保教楼是政治任务 理财投资者呢 叫投资有风险 回来不了多少 再说了这个当初恒大财富 这个先金流 钱怎么样流到恒大地产 他这中间估计是绕了七八手 不同的公司中间空转 钱都转到一起了 然后转来转去 最后到哪公司去 对吧 到合肥分公司 又转到西安分公司 来回这么折腾 你哪分得去哪个钱是哪个钱呢 他不是一对一的投 对吧 就你这个恒大财富 这笔钱三个亿 定点就投到那个项目上 这还好 他也是个资金池 在资金池里面整 整完这个钱不知道去哪了 没有办法跟那个财产 跟资产一一对应上 所以这办案的很麻烦 很头疼啊 总之啊 许老板一被抓 无论是保交楼 还是理财的 这个形势就稍微难一点 接下来恐怕是广东工作走 要登上舞台 要到台前 对吧 以前是在幕后嘛 许老板被抓 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啊 还早着呢 所以咱们要密切关注 继续关注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